方文 你是不是生回来的 他是谁 真的是高层啊 你和他在一起还给我写两段戏 什么意思啊 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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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就能肯定他就是你要找的人呢 你老婆你不认识啊 我找了他四年了 四年有多久 你干过没有 方文 我知道是你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好不好 83天 我打算回去了你 221天 我都能看到我们未来超市的样子 四百三十天 也许我已经成为你父母想要的那种人 你还在等我吗 七百零八天 我多想回去了 你必须好吗 我告诉你 我是方文 我现在和别人好 现在更不想要你了 你能不跟着我了 对不起 我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这是周迅的演技个人秀 他凭本片斩获十个影后 包揽当年各大电影节最佳女主 与此同时 邓超却因角色形象太过负面 差点聚演本片 这是两人的第一次合作 大家好 欢迎来到扁斗看电影 本期为各位带来草宝平导演 2008年上映 豆瓣8点0分的国产冷门家作 李米的猜想 李米的男友方文已经失踪了四年 为了找到他 李米当上了一名出租车司机 整日穿梭在昆明市的大街小巷 逢人就问有没有见过这个男人 方文的所有照片都被贴在杂志里 放在车后座 李米希望乘客翻阅后 能说出一声 这人我见过 这简直是大海捞针 但李米坚持了四年 他和方文从初中相恋到大学毕业 感情很深 李米不相信方文会这样平白无故的抛弃自己 更离奇的是 方文每个月都会给李米写一封信 讲述自己的情况 四年来一共写了54封 但李米联系不到方文 没有地址 找不到他 李米说道 我最想跟他找出来 对他好一句 你他妈怎么不去死啊 为此 李米几乎陷入了魔政 他甚至猜测记性的日期 背后是不是有什么规律 方文是不是被某个神秘组织劫耻了 等待解救 直到这一天 李米遇到了两个奇怪的乘客 阿贵和阿水 二人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但却深藏毒品 这是他们第一次贩毒 临走时因为少找一块钱 顺走了李米的杂志 来到天桥 两人找到了一个戴墨镜的流浪诗人 阿贵认定这就是交易街头人 上去主动自我介绍 对方的回应让他们摸不着头脑 伏地对自己是无敌的暗 对自己也不暗 啊 他那水对自己也是不舍不甘的 他那波浪也不甘到当银或隔壁 那人 再交易别 赢完 诗人便翻身坠一桥 正好砸到了马兵的车上 当场暴毙 杂志从阿水手中落下 被马兵看到 马兵发现 照片上的这个男人 竟然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动身去追 两人却跑没了影 马兵没驾照 让女友飞飞骗警察说是他开的车 阿贵和阿水一脸懵逼 怎么好端端的街头人突然自杀 凭二人的想象力不可能想得到 他们撞上了某个孩子般的 诗人的自杀现场 纯属意外 更巧的是 这诗人杠咳的不是别人 正是马兵 跟方文长的一样的男人 不仅事没办成 明年还要去趟警局 马兵气急败坏 心态崩溃 事后他又到处找那杂志的主人 还是没找到 阿贵肚子疼 蹲地上喘着粗气 被李米再次撞见 热心的李米决定免费送他们一程 还给阿贵买了 只疼药和矿泉水 二人必须买机票去广州 但先得去郊区找老乡借钱 路上阿水跟李米聊到了 自己的女友小乡 小乡来昆明打工 音讯全无 阿水给小乡妈一万块钱 只要找到小乡 就能娶回家做老婆 阿水很喜欢小乡 他模仿小乡说话 带着港台枪 我就有点不高兴 他回来好几种样子给我讲 哇塞 那个东西超好玩意 那我一听就不生气了 那你的小乡我认识 啊 真的 我们家楼下饭馆就有中一个女孩 一说话两个手就夹着 两位慢慢用 我超喜欢这个汤 让你家等那么久 有没有搞错 是不是想讲 到这 等会找到个号 到这 找什么了 回去 零几年港台影视剧横扫大陆 像小乡这样说话的女孩茫茫多 李米半开玩笑的这句我认识 救下了她的命 车行至乡下 阿贵眉飞色舞的讲着自己干人的经历 我拖了 需要找出机关门口子 找到大门口 妹妹 她了 她了好多好多那戏啊 老子一战就个随法子 阿贵心意横要杀死李米 阿水却不让 说好了纸犯了毒的 你要阻挡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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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挡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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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她语气软弱 眼神惆怅 明显不是打劫的量 阻挡呀 阻挡呀 李米答应给钱 骗她说开车回去拿 再次上路 阿贵拿刀顶着李米 得知杂志被拿走丢掉了 李米抓狂 我杂志呢 吊吊吊吊吊了 你去把我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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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把我找回来杂志 你把我杂志 你把我杂志 你把我找回来 你去把我找 你去把我找 李米不再敢轻举妄动 车没油了 来到一处加油站 李米想办法引起老板的注意 阿贵让他老实点 李米指的用车门夹张手 用血在门上写下110 给老板钱的时候 指了指车门 老板见后赶紧报警 阿贵下车 物色埋尸地点 准处理掉李米 你说那个是小匠 结果阿水竟放走了他 只为让李米给小匠带话 说自己一定会来取他 嗨 嗨 嗨 冰尸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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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吗 镜头一转 李米被叫到警局 阿贵死了 这是什么 毒品 那刚把你扣出来 原来阿贵用身体藏毒 一般24小时内没有危险 但李米买给他的纸腾药分解了包装 毒品流出 要了他的命 警方安排李米跟阿水对话 希望从阿水口中套出贩毒上限的信息 杂质呢 吊的了 你们假的消息啊 掉哪了 你到底假的假的消息 我问你掉哪了 李米只关心杂质的下落 因为方文的所有照片都在里面 而阿水只关心你有没有给我带话 李米只得来那家餐厅确认 服务员里面有没有叫小香的人 警察老叶建议干脆撒个谎骗他吧 反正他藏毒500克已经没有未来了 跟他说找着小香了 这是地址和电话 我找到了 他是小香 于是李米撒了谎 给了阿水假的地址和电话 阿水则如实交代一切 原来他在劳务市场遇到同乡阿贵 阿贵给他一万块钱 让他帮忙藏毒运毒 先到昆明 到了昆明找一个戴墨镜的拿机票 然后飞到广州 把东西拉出来 这一万块就到手了 可没想到一道昆明 那个给我们机票的眼镜哥就掉下去了 我也搞不懂 还有那个司机捡起杂志 死命追我们 哪个司机 李米问道 警察打断二人 此时马兵已经来到了警局 审讯室 李米与他日思夜想的男人 就这样不期而遇了 注意 此后的每一场戏都极其考验周迅的演技 这里眼前的这个男人躲了他四年 他心中的无数困惑急需一个答案 所以初次见面 李米并没有直接表现出狂喜 而更多的是惊恶 他抛出一连串的问题 方文 你舍不舍我回来的 你是不是早就回来了 一直躲着我呢 夹着马兵的冷淡反应 旁边的女人 让李米困惑中夹杂着愤怒 那是谁 等等等等 这怎么回事 和你没关系 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是这样 可能 可能这个小姐搞错了 方文 小姐 你真的是搞错了 我搞错了 你扒了皮我都认识你 一个礼貌的说 小姐你肯定搞错了 一个咬牙切齿的吼道 你扒了皮我也认识你 李米是不信的 她继续急切的向男人要答案 你和他在一起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你和他在一起还给我写了一段信 什么意思啊 你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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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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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能把你套进来 扒了 你信吗 对不起 我不是坤友 我没事 我没事了 她叫什么名字 她叫马兵 她是叫马兵 你听见了 你杂志呢 在我那儿 之前怎么没说呀 之前 之前你们也没问过我吧 马兵带飞飞走后 李米追了出去满大街寻找 你怎么就能肯定她就是你要找的人呢 你老婆你不认识啊 找了她四年了 四年有多久你找过没有 最后还是老叶把她强行报了回去 表示警察会想办法 镜头一转 李米把五十四封信交给警察做笔记鉴定 看着眼前满满的一堆信件 马兵无动于衷 此时的李米已经冷静了许多 至少能控制自己的行为 她不服气地看着马兵 所有的戏都在周迅的这一双眼睛里 坐近一点 这样更有压迫感 更能洞穿她的灵魂 李米直勾勾地盯着马兵 心里想着你就是方文 为什么抛弃我 为什么要给我写信 过去四年你都经历了什么 还有 此刻为什么撒谎不承认 疑惑加持四年的苦等 多少离恨多少相思 种种复杂的情感凝成泪珠 不自主地成串流出 马兵招架不住 移开视线 看向报纸默默地咽了口唾沫 一旁的女友菲菲也似乎明白了什么 显然 两人隐藏了什么信息 我们观众尚不得而知 此时无声胜有声 什么是好的电影 什么是好的表演 整场戏不需要一句台词 只要几个眼神就能传递出最复杂的信息 讲述最微妙的故事 警察拿出技术部的鉴定报告 李敏蒙了 官方认证 此马兵不是你的方文 李敏还是不信 他追出去死缠着马兵 求他告知真相 马兵不搭理 李敏一开始被信 八十三天 我打算回去了李敏 反正我也成为不了你们想要的那种人 只能普普通通了 我真没用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很没用 二百二十一天 我就要回去了李敏 我现在算是一个有用的人 我都能看到我们未来超市的样子 你能原谅我吗 四百三十天 我和以前不一样的李敏 也许我已经成为你父母想要的那种人 谁知道 我昨天在电视上看见昆明了 我突然一下子哭了 你还在等我吗 李敏 七百零八天 告诉你一件事 李敏 结婚都快成真的了 我几天长大的机场买了机票 那时候四天想一跳在草上买钱的时候 我突然想要回去了 从新的内容大概我们能听出 方文正在外地奋斗赚钱 以实现两人的梦想 想回去似乎又有些身不由己 马兵面无表情 不搭不理 避之不及 这里观众会认为李敏着了魔 变成了一个为爱痴狂的疯子 但是正如李敏跟叶警官说的 你不会认不出你的老婆 李敏认死了马兵就是方文 因为马兵就是方文 好 我告诉你 我 我是方文 我现在和别人好了 现在根本不想要你了 我说了 你能不跟着我了 对不起 马兵对飞飞说 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飞飞意味深长地表示 我不认识方文 我只知道你叫马兵 我先回店里了 你要是不愿意再来 就不必来了 李敏痛彻心扉 将信件通通烧掉 试图忘掉一切 重新开始生活 他们骗了我 当时的笔记鉴定有70%的叠合率 从那一刻起 老叶的视线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方文 他们去调查了马兵的背景 发现一切都是伪造的 身份证 驾照乃至名字 这是一个不存在的人 阿水提到的跟他们街头的人 会戴一副墨镜 试人坠巧时 方文紧急刹车 镜头给了滚落的墨镜一个特写 早就暗示观众他就是街头人 警方在方文屋里找到了阿贵和阿水 去广州的两张机票 一切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消失的四年里 方文一直在贩毒 还结识了新的女友 将李敏绝情地抛弃 到这里故事还没完 某天李敏又收到一封信 是一张银行卡和一个保险柜钥匙 邮票上的日期是9月4日 跟笔记鉴定书上的日期是同一天 也就是说 做笔记鉴定的那天 方文知道自己露线了 他把这四年内贩毒证的所有钱 都给了李敏 又有人塞来一封存折 一个女人的身影 李敏追了过去 是飞飞 飞飞找到方文 三言两语的台词里 透露了大量信息 别等了 人不会来了 刚跑了舱 你觉得他们还信得过你吗 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我是看着你的 意思是 我其实不是服装店老板 是毒贩上线派来监视你的 存折里面有八万块提成 我都给了那个女孩 你没意见吧 那钱是干净的 意思是 虽然我是来监视你的 但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不图你什么 也能替那女孩着想 能告诉我 那么伤害她你心疼吗 意思是 作为一个男人你太过分了 从她认出你的那一刻 你就藏不住了 你不知道吗 意思是 你演技很差 连我都骗不过 他们想做了你 如果我告诉你 和你一起跑了 能依靠吗你 你还有那个女孩 看来飞飞对方文也很有感情 她违背自己的身份 爱上了监控的对象 眼见埋伏好的警察 就要将她拿下 方文抱住女友 说出了一句最扎心的台词 如果没有她 我爱上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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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李敏拿着钥匙打开了银行的保险柜 里面装着满满一柜子的钱和一个低微 播放低微 是方文生前录好的视频 视频里方文解答了李敏的猜想 嗯 哈哈 嗯 李敏 去开家超市吧 也许我 可能 回不去了 这些就算我 留给你的吧 凡事都是 要付出代价的嘛 也没什么后悔不后悔的 你要是哪天想我了 就看我给你写的信 一共是五十四封 就说这么多吧 原来方文对李敏的感情从来都没有变过 他的梦想就是跟李敏一起开家小超市 可是在贩毒网络中卷入的越深就越来越深不由己 只能通过写信的方式单线联系 最震撼的是 其实这四年里 方文其实从未离开 一直都在 bunu先倒不泡 是 最后知道 worsen 是 既然 80 人 cab 软 2009年周迅凭借本片李米的猜想 展过第2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 第16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等十个影后 关于等待 关于爱 周迅在本片中奉献出了最激情的表演 最饱满的情感 把观众带入了那场死了都要爱的情境里 浑身上下都是戏 每句台词 每个眼神都充满力量 可以说这部电影就是周迅的独角秀 本片的灵感来自一则新闻 女出租车司机被两个穷得走投无路的人绑架 在相处的过程中 两个绑匪被女出租车司机所感动 放弃了杀害她的想法 约定了女司机不报警后 绑匪将女司机放走 女司机劫后余生之时却想到 那两个人没有生计 还是要去绑架别人 可能就会有别人受害 挣扎过后她还是报了警 两个劫匪被抓获 导演曹宝平以新闻为蓝本 加入了一场虐恋的故事 因此本片名字一开始叫做《黎米的遭遇》 整个绑架段落也拍得十分悬疑紧张 充满类型片色彩 也极具曹宝平的个人风格 但以制片人王中磊 先至陈国富和主演邓超为代表的猜想派 则坚持叫本片《黎米的猜想》 因为电影的主线和核心是爱情故事 贯穿始终的悬念是《黎米的猜想》 她心中盘旋的无数疑问 渴望找到答案 绑架段落让故事更惊心动魄 更有时代气息 塑造了黎米、阿贵、阿水等一众人物 但也冲淡了爱情故事的主线 现在看来毫无疑问 《黎米的猜想》是更合适的 好了 电影带我们走进生活无法到达的地方 本期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编头的解说 别忘了点个免费的赞 如果能赏个一键三连 那真是善莫大烟 剧集解说 见在我的微信公众号 咱们下期见 拜拜